奇思妙想 灯连网 巨大想象力能否吸引投资人 当他敢知道你过来的时候 他会告诉其他的所有灯 你来了 这样的公司怎么值两个亿 我也觉得你的这个履历也不太够 不要跟他们多啰嗦 牛的项目懂的人不多 金融精英打造金融守护神 是否真能帮你管好你的钱 原来处理一位客户的时间 我们可以处理一千位客户 贵公司呢 在金融这个领域的这种专业程度 我是持高度的怀疑 有的上市公司已经在做这个领域了 将来要面对很大的一个竞争 我们跟上市公司PK过 非常好的我们赢了 技术男自筹资金 研究电池管理 巨大投入能否获得回报 可以降低40%的电池售后维护成本 我非常非常怀疑 您这个团队有知识产权冲突的问题 我也高度担忧 未来你们公司业务的这个独立性 创始人在对公司的未来的发展 有这么高的一个境界 请大家高度关注 追寻心中的创业梦想 更多精彩内容 就在创业英雄会 创业英雄会 汇聚创业理想 各位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创业英雄会 我是主持人李雨菲 今晚依然会有三位创业者 带着他们的梦想来到这个舞台 而他们要坐到我身旁的投资契约椅 和投资人塔成投资意向 还要经过重重的考验 在这里展示最优秀的自己 我相信此时此刻 我们的创业者已经做好了准备 并且是跃跃欲试了 当然今晚我身后的12位投资人 还将会用他们最大的热情 最雄厚的实力 为创业者的梦想祝一臂之力 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12位投资人的到来 欢迎他们 那今天呢 我们依然为创业者们 邀请到了两位创业助战团的嘉宾 首先让我们欢迎 拉卡拉董事长孙陶然先生 欢迎您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 所长吴小琼先生 欢迎吴教授 欢迎 创业英雄会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普惠万家成就梦想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 被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高效 而且环保 今晚的创业英雄会 我们就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智能生活专场 那马上要登场的这第一位创业者呢 他就把智能科技应用到了灯上面 让这样一盏普普登通的灯 也可以变得非常的智能 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首先让我们请出今晚的第一位创业者 张宗文 有请 科技改变生活 但创新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好的想法一定不能被埋目 几个不算言辞的理工男和一个爱聊天的我 倔强地向着改变这个世界 把所有的灯连起来 形成一张无形的网 相连任何设备 所有操作去反重解 在实验室度过的四万多个小时 激烂熬的 我的合伙人从一个黑发少年 到现在没剩几根头发 我们一起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等不到订单就会等来破产 幸好一路风雨 我们这个团队从来没有人掉队 我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改变生活 改变世界 大家好 我是张宗文 我们是否经历过以下的场景 比如 在有些办公室里面 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灯却全部亮着 空调也是全部开着 非常的浪费能源 我们开始尝试 用一些更加智能化的方式 去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 有的家庭会用无线网络 把家里的空调 电视等设备和手机相连 用手机就可以操控 家里的这些设备 但是 如果在大型的商业领域 整栋的建筑楼里面 我们要大规模地连接 成千上万个设备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路由器去连接 这会非常困难 而我今天带来的灯亮网 就可以解决 大规模连接 以及短距离数据传输的问题 我们把我们成功研发的硬件 装在灯 还有我们想要控制的设备里面 灯就可以像蜘蛛土丝一样 把我们想要控制的设备 和我们手机 电脑端 连接在一起 时刻 灯可以像一双眼睛一样 时刻地盯着 我们灯下所有连接的设备 和灯下用户 和这个环境的数据 比如您现在走进这个空间 我们收集到了这些信息以后 我们就可以为您 自动开灯 或者是为您 自动调节空调的温度等 不管在多么复杂的空间里面 我们即使没有网络 也可以使用灯连网 把你想要的数据信息 传递到我们的云管理平台 让我们的管理者 可以在线接收 并处理这些信息 灯连网有四大核心优势 第一 就是节能环保 在灯里植入我们的硬件以后 我们可以使这张灯的耗电量 有效地降低70%左右 第二 室内的精准位置导航 我们可以弥补传统的导航软件 无法做室内定位的问题 比如你现在到一个商场里面 去逛街 那么我们可以精准地引导你 到达里面的每家店面 第三 数据传输的能力 灯连网可以连接 所有和我们打通接口的 一切的智能设备 大到装空调 小到一台饮水机 第四 可以扩展的应用 目前我们平均每两到三个月 就有一款基于灯连网的 新应用诞生 比如安防联动 室内巡检 以及我们的智能厕所等等 灯连网目前在国内 取得四项发明专利 十项使用新型专利 我们在国内某个地铁 实施的智慧照明工程 还获得国家助建部 关于绿色照明示范工程的立项 灯连网有四大引力模式 第一 我们直接销售产品 第二 我们给客户 做能耗管理模式 第三 基础网络的助用服务费 第四 增值服务 灯连网本次融资一千万 出让5%的股权 谢谢大家 你好 赵春文 欢迎你 欢迎你 把人工智能技术 运用到灯上 我们在现场 能不能真的感受一下 你这个灯连网 到底有多智能呢 可以啊 我们搭建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环境 去体验灯连网 它是怎么样去联动的 现在先请我的小伙伴 把我们今天的道具 先拿上一下 就在这个我们准备 要体验它的智能灯的时候 我们发现已经有这个 新级的投资人 已经抢投了 就是新和互联的 傅淼先生 如果我们有投资人抢投 声明他高度认可你的项目 而且同意按照你的 提出的金额要求 满额进行投资 那么我们的傅淼先生 将会直接获得 一个终极谈判的席位 谢谢 谢谢 每一场只有这样 一个抢投的机会 所以先想问一下 傅淼先生 您为什么这么看好 它的项目 马上就要抢投呢 整个物联网的市场 规模非常大 同时呢 他们这个灯连网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切入点 只需要把原来灯换起来 把新的灯放上去 整个的这个物联网 就搭成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巧的 低成本的切入的方式 另外他们已经有了 成熟的产品 并且呢 从它那个报表上 可以看到 就是17年上半年 已经有了规模化的收入 证明市场 对他们的产品 已经非常认可 所以基于这几点 我决定抢投它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体验一下 这个灯 到底有多么智能 好吗 来 有请 灯就是最普通的灯 我们的核心 核心技术 实际上是灯里面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好不好 我们现场的前面的观众朋友 配合一下 我们就玩个 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 我们变成木头人以后 我们就 不要动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们一会儿看看 我们的灯 它会有什么变化 一二三木头人 不许动 现在我们悄悄地转过头去 我们再看一下灯 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可以转吗 可以 悄悄地转过去 我们灯是不是比刚才 好像暗了一点 是吧 那现在主持人 请您试着 你就朝这个灯走过去就可以了 我就 只是朝它走过去 对 只是朝它走过去就可以 你就朝这个灯走 哇 非常明显 我就走了大概 也就一步多两步的样子吧 它就哗 就亮了 您在走过去的时候 实际上这里面 只有其中一盏灯 感知到你过来了 就是里面有我们自己 研发的这个传感器 当它感知到你过来的时候 它会告诉其他的所有灯 你来了 所以灯与灯之间 它是有信息的传递的 那么像这种场景 最典型的 比如说停车场 当车开进停车场的 砸机口的时候 砸机口的第一个灯 感受到有车来了 它就可以告诉下面所有灯 然后下面所有灯 就可以迅速地亮起来 我们除了可以感知人 还可以感知室内的 比如说温度 湿度 还有人员分布等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室内里面 有中央空调 那我就可以传递给我的 中央空调 让中央空调去做 室内的温度调整 包括你的这个智慧厕所 等等 非常多的领域 都可以用到这个 好的 谢谢你的介绍 那现在我们大家呢 对你的这个所谓灯联网 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 那不知道你的这个项目 给我们的创业助战团的 嘉宾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控制每一盏灯的成本 是多少 我想知道的是 用户的获得成本 他需要付多少钱 大概就是一百多块钱 一个灯 对 一百多块钱 假设我的企业里边 有一千只灯 那么我要上你这套系统 我需要花多少钱 我们有两种 就是第一个是硬件的成本 第二个是软件的成本 一千只灯 硬件的成本是多少 就是十几万 比如说这个陶兰家 有一个一千平米的别墅 他现在要装这套系统 他需要比原来 要需要增加多少的成本 我们会比买普通的灯 会高一点 但是平均的使用成本 比传统的二亿灯 我们更便宜 因为我给你装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首先你第一个是节能 而且我的节能 我刚才讲70% 实际上是一个保守的数据 基本上能够达到 80%左右的这个节能效果 据我所知 一千只灯这个可能也就 几千块钱 一两万块钱吗 对 然后你需要再增加十几万 就相当于你比他原来的投入 要增加几倍 如果你要推广这个产品 一定要考虑到 这个客户的性价比问题 我们这个投资回报率在一年半到两年时间 我们的生产的质保是三年 所有客户都是愿意接触我们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你的确 把以后还是要把整体的账样上清楚 因为现在技术进步非常的快 我确信 也可能要不了一年 你那个一直灯光 要加50块钱 可能到最后就加5块钱 应该说这个规模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非常感谢两位住战团嘉宾给出的建议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关系 12位投资人 你们到现在为止 对张宗文以及他的项目 你们的印象怎么样 请表决 结果还是不错的 只有两位投资人选择了灭灯 我们来听听两位灭灯的投资人 你们灭灯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公司的这个股权结构 不是特别的合理 然后团队 核心的团队可能 在这个股权里面好像没有体现 第二个呢 我觉得说这个技术含量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 我们之前也见过类似的公司 第三呢 它还是 我觉得也是一个起步阶段 估值也挺高的 我们刚才那个灯 如果是随便取掉其中一盏 所有其他灯都不会受影响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实际上它的这个技术难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技术难度这么高 一点都不贵是吧 故事不高 我觉得这个股权结构 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我看到你们的这个融资主体 是四川的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在 七月份注册的 而你的股东 母公司的股东是在南京 所以南京那个母公司 不仅在四川 跟你们两个人 创办了这个公司 而且它还在西安 还在其他地方 跟别人也注册了 类似的公司 而你们俩在中间 是没有股份的 实际上 在我的感觉中 有点加盟的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这样的公司 怎么值两个亿 我来帮他回来 我觉得在投资的项目 这个过程中 股权的确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像这类技术驱动性的项目里面 关键那个知识产权在哪里 哪怕股东是比较分散 难道未来他可以调整 有机会调整 就不要老盯着某一件事 然后就是把整个的案子 的亮点给抹杀了 对吧 完全不同意 这个余总的看法 完全不同意 我也完全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因为他不懂你 所以他不经常要反对 这个解释太苍白了 一定要说清楚 我看到你们的简历 根本不是做技术的 而且我觉得你也不是 特别善于做市场 而且我觉得你的知识产权 也不在你们的手里面 而且我也觉得你的履历 也不太够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把灯片了 不要跟他们多啰嗦 跟亮灯的人多解释 我们确实整个股费 是在改制当中 南京公司 我们现在是做 整个硬件的开发 成都这边公司 我们是负责 所有的软件 以及配套应用 这一块的开发的 另外几个公司 作为销售公司 现在南京公司 整个要把所有的 我们要合并成一家公司 但是你让我们 投的是哪一家主体呢 我们可以和投资人 一起去商量 比如说我们是在哪里 就是把这个放在哪里 但是它的核心价值 或者是它的知识产权 软硬间的结合 这一块是不会变的 会树立好的 不要那么草率 实际上就是 你这是个集成进去了呢 还是单独地开发一个东西 集成在那个 就放在灯泡里面了 我们现在是自己 单独开发了一个模块 是我们自己做的 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 那你这个协议 跟主流的通讯协议 是可以兼容的 还是不兼容的呢 是不一样的 问题又来了 那未来的很多物联网里面 它很多的设备的通讯型 不是你这个协议的 兼容别人的话 这也是个问题 我们现在其实 就是在做这个 灯联网这一块的 协议标准 就是我们在做现在 就最终的话 你现在卖的是 灯本身靠这个赚钱 还是说靠你的物联网赚钱 在刚开始 切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使用不是太广 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做集成 就是把灯和这个 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模块 把它集成到一起 去销售 那我们公司最终的核心 我们只卖里面的这个模块 你搭建这网之后 你的商业模式 我感觉你并没有想清楚 到底帮客户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就讲个 轨道交通的案例吧 比如轨道交通 它这个在隧道里面 员工什么时候进去 什么时候出来 GPS定位不了 那我们灯可以去帮他做这个事情 他什么时候进去 什么时候出来 在里面 他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通通我可以进行回放 我可以时刻关注到 这个员工在隧道里面的安全 比方说 物业单位 写字楼 医院 政府机构 然后包括这种 大型的这个停车场 我们做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去适应这个客户的需求 你最核心的技术 就你是什么 你的壁垒有多高 你能保持多久 在整个产品的开发阶段 我们前后迭代时间 接近五年 这个壁垒 大家看似 或许发现它不高 请问一下 大家有在哪里 真真真真 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在商用 实际上是没有的 我们暂时没有发现 和我们一样的竞争对手 现在我们手里面 有十四项 就是这个专利 有四项是发明的 有十项新型 实用新型的 我们认为这个 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我们是一个 最起码的一个避论 明年的销售额和利润 会什么样 明年我们计划 应该在十倍左右吧 翻十倍 利润四千万 这个市场会不是刚需呢 以后WiFi的部级 会很密集的 设备之间还是通过WiFi的 这种短距离的两个 这个设备之间的 这个信息传输 在这个家用和商用 我觉得空间可能 不是特别大 WiFi的连接数量非常有限 假设有一万个车位锁 要去连接这个设备 要实现智能开锁的功能 你用WiFi成本太高 我就可以轻而易举 把它解决掉 车位上面都有灯 那你的成本 其实已经非常高了 你为了解决一个 这个车锁的问题 你要把所有灯上 都装一个设备 它提供解能 一年半 你就可以把这个钱 又省回来了 OK 这么多人拷问你 是不是大家对你 真的很感兴趣 非常感谢 张宗文及其他的创业团队 需要的融资额是 一千万 出让百分之五的股权 将要进行投资的 九位投资人 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好 请出价 卖腾创投的 余江红 九百九十九万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 坚持到了最后 一般的好的项目 牛的项目 懂的人不多 恭喜 非常具有热情的 星河互联抢投成功的 傅淼先生 以及非常执着的 麦腾创投的 余江红先生 请两位进入我们的 终极谈判 有请 最后一人三十秒钟的时间 来为自己拉拉票 我是最懂你的 这点你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呢 我对你们 这个团队的能力方面 我觉得还有些欠缺 比如说在商务上面能力 比如说在投融资的能力 比如说在股权结构的设计上面能力 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到你的 我就用这么多时间 因为我刚才讲的比较多了 现在比短 看谁讲得更多 我觉得无论我们有没有缘分在现在能签这个意向 我觉得我都会关注你 都会支持你 而且如果副总投了我会在后面跟着 好吧 来我们听听 孙总和吴教授会给他什么建议选谁呢 一般来讲呢 这个投资有两种 一种是靠勇气 一种是靠理智 所以刚才两位呢 其实就体贴了这两点 我认为 谁投你 对你现在企业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 刚才我听到了 一种说了一句话 他说副总投了以后 我接下来会跟着投 那这个结论就出来了 他说的是这一轮跟投 不是投下一轮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了 就不出来了吗 我们也来听一听现场观众朋友 他们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 来 请投票 麦腾创投的余江红的支持率是48% 星河互联的富秒的支持率是52% 抉择的时刻终于到了 张宗文 请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给你最后的五秒钟的时间 倒计时五秒钟开始 谢谢余总 谢谢余总 谢谢 谢谢副总 两位你都谢过了 但是你到底选择的是 我选余总 我们把掌声送给余总 也谢谢 谢谢副总的参与 有请两位在我们的现场 完成投资意向书的签约 有请 再一次祝贺两位 心情相对比较复杂 因为在那个场合 大家营造了一个竞争的环境 当然希望胜出 但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坦白讲 我越往后 也有多了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我在跟他的交互的表达中 我想他也很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 我觉得还是很合情合理的一个最后一个结果 金融精英打造金融守护神 是否真能帮你管好你的钱 原来处理一位客户的时间 我们可以处理一千位客户 贵公司在金融这个领域的这种专业程度 我是持高度的怀疑的 有的上市公司已经在做这个领域了 将来要面临很大的一个竞争 我们跟上市公司PK过非常好的 我们赢了 技术男自筹资金研究电池管理 巨大投入能否获得回报 可以降低40%的电池售后维护成本 我非常非常怀疑 您这个团队有知识产权冲突的问题 我也高度担忧 未来你们公司业务的这个独立性 创始人在对公司的未来的发展 有这么高的一个境界 请大家高度关注 追寻心中的创业梦想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为您呈现 创业英雄会选手服装 由禁霸男装特别赞助 禁霸男装37年不断改进佳克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手里都会有一些闲钱 有了钱之后 大家都喜欢去做一些理财 但是在这其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而下一位创业者将会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了这个领域里 帮大家看好自己口袋里的钱 我们马上请出的是下一位创业者 有请 结束金融大数据16年 我发现在金融风险控制领域里 人工操作总会有瑕疵 于是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面发 2016年7月15日 我辞去了上市公司高管的职务 和身边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走上了创业这条路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实现金融风险的量化智能控制 眼看着蔚蓝的蓝头就要实现 突然一位核心人员退出 大家备受打击 但我认为视频用还是步伐 完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 我选择继续完成我的梦想 我是创业路上打不死的小强 我是创业者顾建军 大家好 我叫顾建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项目是金融卫视 大家都应该找银行贷款吧 比如贷款买房 贷款买车 贷款做生意等等 银行在为客服放贷前 都会对客服进行一些评估 来确认客服是否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而这些评估就是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 随着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 很多成长期中小企业发展态势非常迅猛 需要大量的贷款 而风险控制在当下市场存在的缺陷 也一一地暴露出来 一 市场需求量大 人才供不应求 当下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 主要以人工经验为主 而经验难以快速复制 无法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需要 第二 效果难以保障 所以我们常常听说一些 无力偿还贷款 卖访还贷的新闻 2016年 我诞生了一个想法 利用人工智能和量化技术 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谁知金融未始诞生了 它有三大核心优势 一 速度快 我们采用经验量化的技术 把风险控制专员的工作经验 转化为计算机语言 原来复杂的人工操作 现在只能处理 原来一位风险控制专员 处理一位客户的时间 我们可以处理一千位客户 第二 效率高 我们的系统 就像一位十分好学的学生 他会自主地学习 自动升级 使数据更精准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 效果好 在风险控制中 有十分重要一项审核 就是调查客户亲属中 是否有负债 原来人物关系搜索 只能采用手工 在信息库中查找 而现在 利用我们金融卫视 可以瞬间检索出 客户的关系网和资产信息 大大提高风险控制的精准度 短短一年左右时间 我们已经为 一千五百个新代客户 和十亿新代资金 提供了链化智能风控 为十二家金融机构 提供了智能风控服务 我们设计了三种商业模式 第一种 核心产品的销售 第二种 风险控制智能云服务 第三种 基于产品的增值服务 和收益分成 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 会呈现百分之五百的高速增长 本次融资 出让百分之十的股份 融资六百万 谢谢大家 建军欢迎欢迎 主持人好 你干的这件事我太喜欢了 是是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特别期盼 有一个金融卫视出来 能够好好地帮我们建一道防火墙 把把关 是 玩好口袋里的钱 是是是 学汉钱挣来不容易 是是是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更加直观地 让我们感受到 你到底是怎么来做这个金融卫视的 所谓的风险度联 就是要把风控专员大脑中的风控经验和互联网上大量的各种金融事件形成量化的风控知识库 这项技术在金融上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第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在贷款前 银行都会向贷款人进行详细的评估 那么银行在引入我们的技术以后 可以快速地对贷款人进行欺诈和骗贷的识别 第二个场景就是在贷后 可以对我们贷款人进行多维度多数据持续地跟踪 一旦有指标出现恶化 我们即使通知银行 银行即使采取措施 我们希望做到的是金融首付身 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娘家全部是我们金融行业的著名的大飞 所以说我其实蛮希望借着我们大飞的力量 我们也此次能跟资本牵手成功 也祝我们这项技术快速地在全国应用 来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项目诊断环境 这样一个项目 我认为从方向上看是非常的正确的 当然我也想有几个疑问 一个就是它的数据的采集 第二个是标准的制定 什么样的标准是它是安全的 我们数据的话跟现有的大数据平台一样 都是授权数据的采集 那我们系统现在是24小时不接待采集 我们已经采集了100多万的类似的风控的数据 已经量化了1万多条风控的规则 以后银行或者金融平台只要接我们这个规则 就可以快速地进行第一道的摔写 做好第一道的风控 金融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件事 我看到你的团队里 似乎没有金融背景的人 第一个我本身金融十几年的金融的从业行业 四川本地的有个法人监管的一个标准 就是我和银监一块制定的 所以对整个金融的风控标准很熟 第二我们团队里面还有一些行业顾问 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 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 我倒觉得如果太懂金融的人 他的思想受到了约束 他会想到他那套规则 他那套经验 他总觉得经验可以战胜模型 像这类公司 80%以上是学金融的 但完了那就不行 那就变成传统的东西了 谢谢吴老师 力挺你 谢谢 谢谢两位 网上记录投资谈判环节 场上的12位投资人 你们对他这个项目的印象怎么样呢 请表决 12位投资人呢 有8位都选择了灭灯 只有4位还亮着那一盏灯 为什么灭灯 星河互联 傅淼先生 这个团队里面 其余几位跟这个金融最相近的呢 就是这一位27岁的学士 并且呢毕业的院校 到底是哪里和专业也没有讲 所以就是我对你贵公司呢 在金融这个领域的这种专业程度 我是持高度的怀疑的 这坦白讲这是我的一个 最主要的灭灯的原因 你太大 太广了 而且呢你现在因为这个金融里边 风控啊 它是分行业的 银行是银行的 证券是证券的 投资是投资的 保险是保险的 所以呢你定位要更清晰 我们的确是在聚焦 我们现在聚焦在银行和小贷的 贷后风控市场 以前做大数据金融的 许多都是集中在贷钱增性 或者数据采集在乎 我们现在聚焦在贷后风控市场 所以说也吃到了一些肉 因为金融机构的风控是未来最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 所以我觉得方向区上是对的 而反过来就带着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毕竟在整个的金融系统当中 小贷公司的比例是很低的 您有没有已经签下来的正在执行的案子 现在目前我们职签的客户 有承商行 银行这一块的 第二个还有小贷公司 还有一些金融控股公司 这个市场足够的大 而且需求也足够的多 但是我想进一步了解 就是说这个竞争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在技术上有一项核心的技术 风险度量 那这一个度量的话是原先理论界 吴老师他们研究过很长时间 但是在实践上是目前还没有 谁做的 这是一个我们也正在申请 专利群的一个保护 第二个竞争不激烈 我们跑了很多在四川 重庆 乃至我们在云南也在开拓市场 目前没有看到好的竞争对手 那么这个后续厂家要跟进我们 他至少还要经过半年的一个验证 现在一个典型用户 跟你之间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收费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在银行这一端收费模式是以项目制 每个项目几十万不等 基本上项目是安年收费 我们现在是按15%的年费 每年第二年按到15%去继续可以收费 有的上市公司已经在做这个领域了 你将来要面对很大的一个竞争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我们前段时间来之前 刚好跟国内最大的一家 做金融科技的上市公司PK过 非常好的 我们赢了 他输了 你怎么赢了 品牌优势没有 资金优势也没有 案例也没有 但是我们有的是技术优势 我们最后是把它技术上征服了 好 顾建军的创业团队需要的融资额度是600万 出让10%的股权 那四位投资人请出价 现在顾建军 其实你面临一个选择的难题了 因为你要从三位当初选出两位 进入我们的终极谈判的环节 那么我请问一下 三位投资人 有一个问题 在金融科技这一块 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希望得到 投资人的资源的一个价值 我们这边确实 我投了这么一百多家公司 丰富资本 那也有这个专门做工业链金融 专门围绕银行来做的 他们这个体系里面 其实跟很多银行都很熟 那跟我 创始人跟我也很熟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个生态体系里面 丰富内部 其实是有很多的合作的 我曾经也投过一家 比较大的这个第三方支付公司 另外呢 我们自己也做了这个金融行业 做了很多年 所以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你 这块我们投过相对的 比较专业的公司 跟他们做其他的服务 做整个系统方面的服务 包括做整个数据中心的 这样的服务 所以这里面的资源 都是大家都是有的 如果我们投资了 肯定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的 好 三位都表白结束了 那现在顾建军 你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三位当中究竟会选择 哪两位进入下一个环节 终极谈判呢 我选吴总和刘总 好的 恭喜两位 进入下一个环节 每人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来为自己拉拉票 倒计时 三十秒钟开始 对 这个虽然钱出得少一点 但是我可能在 金融这个领域当中 包括股权投资和债费投资 我们可以给您 下接更多的资源 然后也可以更懂您 更能够长期地陪您 一直持续地走下去 好的 谢谢 我们在成都 投的项目很多 相对丰富在其他的领域 所以说我对成都的项目 一直都很感兴趣 而且非常喜欢 而且跑成都也特别别多 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层面 我觉得跟你很有缘 我希望以后未来 能在丰富的体系里面 能跟你对接更多的资源 包括像把孙总 也拉进来帮你忙 选我没错的 拉票结束了 还是听听娘家人的建议吧 是 是 让我刚才也能够看了一下 刘涛更像一个 像一个十招达伦 非常地 这真是娘家人啊 感觉像挑女婿一样 挺好资本 吴总 他更像一个投资人 所以加上他出的钱比较多 我觉得钱都还挺好的 这是一个大转折吧 所以就是还是不能观看颜值 还得看谁出的钱多 好 来我们听一下 孙总的建议是什么呢 两者都非常地好 但是如果一定要选的话 钱还是挺重要的 这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给他出出招 你们会怎么选 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请投票 封后资本 吴志勇先生的支持率是60% 华领资本 刘涛先生的支持率是40% 那现在有请顾建军 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告诉我们最终的抉择 来 倒计时五秒钟 现在开始 好 那顾建军 现在告诉我 两位投资人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封后资本吴总 谢谢刘总 谢谢 谢谢刘总的参议 也恭喜两位 那两位呢 在现场完成 我们投资意向书的签约 祝贺 祝贺 创业英雄会选手服装 由禁霸男装 特别赞助 禁霸男装37年不断改进佳克 那说到智能出行呢 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的 就是电动汽车 但是很多人也会对 电动汽车要用到的电池 有各种各样的担心 假设说现在有一种技术 能够解决电池里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会不会对此 非常的期待呢 我们马上请出 今天的第三位创业者 有请 电动汽车为我们带来了环保 便捷 性能却受制于电池 13年的职场生涯 从信息技术到新能源科技 让我对电池管理 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一群智能道合的伙伴 一个埋藏心底的梦想 公司创建初期 没有现场应用业证 没有大规模生产出货 没有可借借的模式 但我们拥有的 却是更重要的 自信 决心 和梦想 智能电池管理系统诞生了 我叫彭永俊 我只想把更好 更实用的产品 带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彭永俊 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 智能电池管理 电动汽车时代 已经扑面而来 但是随着汽车 运行时间的增长 总有一些烦恼 不期而遇 比喻 剩余电量显示 越来越不准 明明显示 还有10%的电量 可是车却意外 在路上趴窝了 对于电动汽车厂商来 也烦恼也不少 比喻电池管理系统软件 无法在线升级 需要工作人员 到达现场 一辆车一辆车 连接电脑 进行程序刷新 费时费力 一辆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组中的电池 多达上千节 如果将这些电池 比喻成士兵的话 那电池管理系统 无异于就是指挥官 上述这些烦恼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指挥官 不够聪明导致的 那我们开发的 智能电池管理系统 就是一名 特别聪明的指挥官 他可以将电池 所有的运行数据 无限传输到 运行程云平台 在云平台 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处理 提列出更优的 更匹配电池 当前状态的管理参数 再将这些参数 像下发指令一样 下发给电池士兵 从而实现对电池 更安全 精准 高效的管理 它有两大核心优势 第一 电量且是更精准 相较于目前同行业 5%到8%的写实误差 我们可以做到3% 第二 支持在线升级 这样我们就可以 以极低的成本 实现故障的远程修复 以及程序的空中刷新 这对于电池厂商 或者电动汽车厂商而言 可以降低40%的 电池售后维护成本 目前我们已获得 八项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并且已经实现了 产品的批量生产与销售 除了通过销售产品 获得利润之外 我们还与重点大客户 通过联合开发的形式 开展深度合作 我们针对客户 具体的应用需求 提供最有竞争力的 电池管理解决方案 那我们本能融资 出让15%的股权 融资金额1000万元 用科技让生活 更安全 舒适 环保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欢迎你 这个项目听起来也是 科技含量非常高 但是我相信这样一项 技术研发出来 肯定要有一个过程 你们花了多长时间呢 我与我的小伙伴 一共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十个月 这超乎我的想象 我觉得很快了 对 比我们的想象 也更加顺利 其实从另外一种角度 来讲的话 其实也可以说是100年 因为我昨天刚刚算了一下 我们一共八个核心的创业小伙伴 我们的工作年线累计 刚刚好是100年 就为了这一刻的爆发 是的 是的 那如果说研究出来 还蛮顺利的 那后面呢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市场客户的开拓吧 我们自筹500万元的资金 只够支持公司 运作这个12个月的时间 刚刚也说到 我们花了十个月的 进行产品的研发 是的 是的 所以市场的压力非常巨大 所以可以说 我们在初期 接触过客户的时候 是相谈甚欢 但是相忘于订单 后来我们遇到一个交付时间 特别紧张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与我们的小伙伴 一起通宵达旦 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最后安置安量 完成了这个项目的交付 这难度非常非常大 一个星期 先给你点个赞 但是不知道你这个项目 以及你的这个团队 目前的状况是不是也能够赢得 我们的这个助战团的嘉宾 以及投资人的认可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你个人的持股是4.9% 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最开始自筹500万页的时候 我们一加七的一个结构 以我为主 还有七个创业小伙伴 我们是全部是创业团队持股 最后我们在开拓市场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客户开发成了我们的投资方 自己的创业创新技术 为什么不看得那么珍贵呢 投了2000万就控股了你这家企业 我们的初心 初心我们是希望做更好的产品 让更多人用 那我们的投资方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资金 无论是在信用背书 还是说融资担保 还是说资源嫁接方面 都给我们极大的支持 我们的投资方对我们也非常的信任 并且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也特别欢迎有后续的投资 另外也是希望我们团队是大股东 后期的话我们会对股份结构进行新的调整 也就是说你把做事情 比你未来变成有很多的财富 似乎看得更重要 是的 这样的一个创始人 在整个对公司的未来的发展 和个人财富这方面 有这么高的一个境界 我认为这个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 甚至把公司做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条件 那么我们这位永俊 是具备这些特点的 请大家高度关注 谢谢我们的驻战团嘉宾 给出的建议和肯定 接下来我们一起面对投资人的提问 12位投资人对你这个项目 他们的第一印象如何呢 来 请表决 我们来听一听两位投资人 灭灯的理由 中青创投的傅言先生 我对你现在的这个股权结构 是表示高度担忧的 这个不是情怀的问题 是公司未来的 展一个生命的航线的问题 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个大股东 他给你们的一些背后的一个支撑 实际上现在我也高度担忧 未来你们公司业务的这个独立性 我们明年计划是 目标的营业额是5000万元 我们的投资方可能会给我们带来3000万 但是我们希望后年大后年 我们投资方给我们的业务的占比 会逐年降低 甚至是一个很快的一个降低 整个团队用了10个月的时间 来开发这个产品 你前一份工作是在另外一家公司的 一个副总经理分管研发与技术 你现在的产品是否借用了 在以前那个公司的一些知识产权上的东西 让你非常快的速度 能够研发出这样一款产品 就10个月我们是把完成了平台产品的研发 没有跟主机场的具体的某一辆车 某一个项目在进行对接 我非常非常怀疑 您这个团队跟之前那个家公司当中 有知识产权冲突和进业协议冲突的问题 没有 无论是从硬件架构 软件架构 还是说网络架构上 完全是一个跌幅性的 完全是一个重构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美国的那个 晴能源汽车 国内也有很多都在研究 那个铝电池的电池管理 为什么你能做好 别人做不好 我们云单加中单的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们在国内 我们是倡导者 也是领先者 在目前的市场格局下 我们应该至少领些12个月的时间 你现在有成熟的 跟整车厂对接的这个业务方案吗 有的 我们目前跟一些 包括一些国内一线的 一些乘用车客车厂商 也都在进行这个业务上的合作 我们跟其他的这个 十几家主流的这个主机厂 关系还不错 我觉得可以直接跟你进行产品的 深度的对接和实验 那个汽车行业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 尤其是心理院汽车 就是你们的大股东人我也很熟 我跟文总也是好朋友 我们本身跟这些主机厂商的关系也非常好 我未来也愿意 把我的 身边所有的关系介绍给你 谢谢 好 同永俊的创业团队需要的融资额度是一千万 出让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那现在我们厂上的十位投资人会如何出资呢 请出价 风云资本高燃八百万 中路盛州高粮平六百六十六万 恭喜高燃先生以及高粮平先生可以进入我们的下一环节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目 你们分别有三十秒钟的时间来为自己拉票 倒计时三十秒钟开始 第一我们钱除了多 第二就是我们会把投票权为了给你 第三我要把业务最少帮你嫁进去五家以上的主机厂商 我觉得很简单 高燃高总本身就是你大股东的好朋友了 所以他的资源哪怕他不投你 你都可以用得到 而我的资源我投了你你才用得到 所以这论你肯定得选我 好 谢谢 来也听听驻战团嘉宾的意见好不好 高燃不断地在跟你讲说 他跟你的大股东的董事长是好朋友 施加了很多的这个砝码来吸引你 另外他出资也比较高 那我要告诉你 你的大股东的这个董事长文总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这一票可以抵消高燃的这方面的优势 然后你自己客观判断 我建议你多考虑这个给你出价低的那位高总 当然如果你最后综合平衡之后还是考虑高燃 我也祝福他 那听听吴教授您会认同这个观点吗 这家公司的确还是需要一些改进的地方 他们两位只要能帮助你改进 你就选择谁 钱多钱少没有问题 现场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彭总 现在你们会怎么来选 请投票 好的 风云资本高燃的支持率是47% 中路盛州高粱坪的支持率是53% 有请彭永俊走到两位投资人的中间 倒计时5秒钟开始 我的选择是高粱坪总 谢谢 谢谢 谢谢高人高总的参与 也恭喜高粱坪先生 两位在我们的现场可以完成投资意向书的签约 再一次恭喜两位 祝贺你们 祝贺 世界综合商贸物流中心华南城与您共同关注创业英雄会 每周五晚的21点50分创业英雄会节目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 在这里我们会提供给创业者最好的实力以及资源还有资金的支持 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怀揣着创业梦想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那我们屏幕下方是我们唯一的官方报名的方式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先进的智能技术服务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对产业和人类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智能生活时代有真正的机会也有伪机会 那么这些智能技术在哪些领域会有更好的应用呢 我们特别看好自动驾驶 我相信智能技术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得到深远的应用 我们看好教育 幸福产业等很多产业的重新的创造 在自家领域 安房领域 金融领域有很大的应用场景 凡是咱们生活当中需要效率提升的领域 都有可能得到这个很好的应用 觉得人工智能会率先在出行 教育和医疗这些领域里面率先爆发 人工智能的重点应该还是要应对老龄化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特别是对老人的一种关爱 我不要看好两个方向 一个是营销 一个是金融 亢筑上 以及 Gre media 混乞 亢筑上 和